二 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时世尊及时微笑 告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赫萨多言 善男子 如往外道尼前子所 为其说法 而时 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赫萨多摆佛言 世尊 譬如虚弥山王 小山无能出者 如是世尊 于如来前 我不能说 而时世尊 告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赫萨多 善男子 莫作始说 如来有多方便 一切永 如网关十方一切世界 如来在何处住 于何处所 夫如来作 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赫萨多摩赫萨多 一切永 于尼前所 我亦当自说法 一切永 白薩言 世尊 成何神力 为以自神力去 以佛神力去也 佛告一切永 如以自神力去 还时以佛神力而来 而时 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赫萨多 从左而起 偏袒右肩 为佛作礼 寂寞不现 而时世尊 为尼前说法 生苦 生恼 人生多不 生有病苦 病有劳苦 劳有死苦 不有亡难 贼难 水难 火难 毒难 自作业难 时诸外道 心怀恐怖 白薄言 世尊 我等于今 更不忍生 而时世尊 说辞法时 十八千亿 诸外道等 得离成垢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自身十八千亿 住于十地大菩提萨多 显菩提萨多种种神力 或作象形 马形 狮子 虎形 金翅鸟形 或作虚弥山形 或作老形 或作弥猴 或作花台 皆家夫作 十千亿 菩提萨多 在其南面作 九千亿 菩提萨多 在其北面 皆作如是神通变化 如来常在三昧 以方便利固 为众生说法 而时 如来之一切永菩提萨多 自用神力去以七日 至花上世界 使一切永菩提萨多 以佛神力 取神必请 来至佛所 道矣 又绕三渣 发清尽心 合掌礼佛 白佛言 世尊 我以一神力 至十方诸佛世界 见九十九千亿诸佛世界 第二神力 见百千亿诸佛世界 至第七日 到花上世界 以至不动如来世界 使尊 我至彼国 见九十二千亿诸佛说法 又见八十亿千世界 八十亿千诸佛 即日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惜供养 富过而去 使尊 我即日至三十九亿百千佛国 见三十九亿百千菩提萨多出家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使尊 我惜恭敬礼拜 又绕三渣 富过而去 使尊 又于六十亿世界 见六十亿佛 我惜供养 恭敬礼拜而去 使尊 我见百亿世界 百亿如来 入波涅槃 我亦供养 恭敬礼拜 富过而去 使尊 我见六十五亿世界 诸佛圣法灭尽 我心交脑 而怀悲泣 见天 龙 夜叉 忧恶提哭 如见入心 使尊 彼佛世界皆获所烧 大海 虚迷 席皆烧尽 无有遗余 我已供养 富过而去 乃到花上世界 世尊 活到彼世界 见夫百千亿座 世尊 见彼南面 夫百千亿座 东西北方 即已上下 各夫百千亿高座 世尊 彼一一座 七宝成就 一一座上 有一如来 结家夫座 慰众说法 世尊 我即见以 神稀有心 问彼世尊 此世界者 名为何等 彼佛如来 即告我言 此世界者 名曰花上 世尊 我离彼佛 问其佛言 如来世尊 名号何等 彼佛达我 号莲花藏 与此世界 常作博世 我父问言 此世界中 无量如来 何者是 莲花藏如来之身 彼世尊曰 我当誓辱 莲花藏佛 而时诸佛 吸引无限 为见一佛 其余座上 息世菩萨 我时礼佛 时有一座 从地涌出 我与此座 结家夫座 使我座椅 由无量座忽然而出 空无人座 我问彼佛 此座何故 空无人座 时佛世尊 而告我言 善男子 不重善根众生 不得再于此回之中 世尊 我时问彼如来言 世尊 作何善根 得再此回 时佛告言 地听善男子 得闻生茄诈把门者 以示善根 得再此回 何况书写 读诵 一切永 如闻生茄诈把门故 得再此回 无善根人 则不能得见此佛国 而时 一切永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摆彼佛言 世尊 得闻此法门者 得何福德 而时莲花葬如来 即便为孝 世尊 我时座礼 问彼佛言 佛何故笑 现稀有相 时莲花葬如来 告一切永 善男子 一切永 菩提萨多 得大势力 譬如转伦圣王 主四天下 于四天下 众满胡麻 善男子 如彼胡麻 其数多否 一切永 菩提萨多 摆世尊言 善多世尊 善多善世 佛告一切永 有人聚彼胡麻 以作一聚 一切永 有人能数之其数否 一切永 菩提萨多 摆彼世尊 不可数也 善世世尊 时莲花葬如来 告一切永 菩提萨多 善男子 若胡麻等数 诸佛如来 说文经功德 不能令尽 何况书写 读诵 一切永 菩提萨多 摆佛言 世尊 书写 得何等福 佛告一切永 善男子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沙尘 树叶 草木 以如此等数转伦王 如是伦王 宁可属否 一切永 菩提萨多 摆佛言 世尊 不可数也 善世世尊 佛告一切永 善男子 听此法者如是 一切诸转伦王 所有福德 不及此福 于此法门 属于自者 功德胜彼 一切伦王 所有福德 如是善男子 此法门者 设于一切大乘正法 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宇 如是一切永 此法门功德 非辟喻说 如此法门 能释法藏 灭诸烦恼 然大把具 相逐恶魔 教明一切菩提萨多之色 说一切法 如来行难得 佛告一切永 佛告一切永 如是善男子 菩提萨多摩克萨多摩克萨多 善男子 如来出世 难可执欲 一切永 如是世尊 如是善事 如来出世 难得执欲 佛告一切永 佛提萨多摩克萨多言 此法难执 义父如是 一切永 若有得闻 如是法门 金鱼儿者 八十节中 自是宿命 六十千节 做转轮王 八千节中 做天地事 二十五千节 做近居天 三十八千节 做大饭天 九十九千节 不多恶道 百千节中 不多恶鬼 二十八千节 不多畜生 十三亿百千节 不多阿修罗中 刀剑不伤 二十五千节 不生鱼痴中 七千节中 具足智慧 九千节中 深处端正 具足善色 如如来生 十五千节 不做女人 十六千节 深无病脑 三十五千节 长居天眼 十九千节 不生龙中 六千节中 无称慧心 七千节中 不生贫贱家 八十千节 主二天下 极最贫穷 寿如是乐 十二千节 不生盲民 十三千节 不生龙中 十一千节 修行忍入 灵命中时 世行将灭 不起倒响 不生称慧 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 面见南方二十亿佛 面见西方二十五恒沙诸佛如来 面见北方八十恒沙等诸佛如来 面见上方九十亿恒沙诸佛世尊 面见下方百亿恒沙等诸佛世尊 善男子 比诸世尊安慰其人 善男子 如莫恐怖 如以听受森且诈法门 善男子 如见如是 恒沙等百千亿佛世尊佛 为然已见 世尊告约 此诸如来 故来见乳 是善男子问言 我作和善 诸佛见我 诸佛告言 善男子 辱在人中 曾闻森且诈法门 是故诸佛 故来见乳 是善男子白薄言 世尊 我曾少闻 得如是福 空腹具足 受持是今 彼佛告言 善男子 莫作是说 闻四句记 所有功德 我今说之 善男子 譬如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 所有福德 闻此法门 福得圣彼 若有供养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 若有于此法门 闻仪四句记 此福德圣彼 旷具足文 佛复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言 善男子 若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胡麻 以此胡麻数转龙王 若有人不诗如是转龙王 不如不诗意虚陀还 若诗三千世界 一切虚陀还 所得福德 不如诗意思陀寒 若诗三千世界 诸思陀寒 不如诗意阿那寒 若诗三千世界 诸阿那寒 不如不诗意阿罗汉 若诗三千世界 诸阿罗汉 所得福德 不如不诗意辟之佛 若诗三千世界 诸辟之佛 所得福德 不如诗意菩提萨多 若诗三千大千世界 菩提萨多 不如与依如来所 起清净心 若与三千大千世界 诗如来所 生清净心 不如凡夫文词法门 功德圣笔 何况书写 读诵 受持 一切勇 旷富有人 以清净心 意念此今 一切勇 于意云和 何有凡人 能度大海否 一切勇言 物也是尊 佛告一切勇 于意云和 何有凡夫 以守一措 能结海否 一切勇言 物也是尊 佛告一切勇 要小法者 依附如是 不能听受如是法门 一切勇 若不曾见 十八亿横河沙诸佛如来 不能书写 如是法门 若不曾见 九十亿横河沙诸如来者 不能闻此法门 若人曾见 百千亿如来者 闻此法门 不生诽谤 一切勇 若有曾见 百千亿横河沙如来 闻此法门 能生尽信 岂如实想 不生诽谤 一切勇 听 若有书此法门 以四句计 比过九十五亿千世界 如奥密陀国 比人佛土亦不如是 一切勇 比诸众生 寿命八万四千节 一切勇 若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于此法门 闻四句计 诸众生 设使造物逆罪 教人随喜 若能听受 以四句计 所有罪业 能令除灭 而时 世尊赋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言 往昔有人 祸塔坏僧 动菩提萨多三昧 坏灭佛法 杀害父母 坐以身毁 我时今世后世之乐 当于恶道 一节受苦 生大愁忧 受大苦恼 一切勇 如是之人 一切世人 所共物见 坐如是言 此人施于世间 出世间法 此众生 于无量节 犹如浇数 不能复生 譬如画堂 不以交注 而作庄严 此人一耳 今世后世 所生之处 人皆清见 打骂毁入 不失饮食 必受饥渴 打骂苦恼 自意念言 我造逆罪 祸塔坏僧 做事思维 我向何处 谁能救我 坐如是念 我当入山 自灭其身 无人救我 而时彼人 而说寄言 我造不善业 犹如浇木柱 今世不庄严 踏实亦如是 室内不庄严 在外亦如是 恶因造恶业 因之入恶道 后世受苦痛 不知住何处 竹田西闻我 悲弃提枯生 无有救护者 必入于地狱 自作不善业 自受苦痛受 我无归一处 必受苦痛受 杀父母坏塔 我作无逆业 我当高山顶 自坠令碎灭 使诸天告严 莫去于痴人 莫作不善业 如作多不善 作已经悔过 杀害自生命 必受地狱苦 寻及堕于地 如被幽见舍 不以此精进 而得成佛道 不得菩萨道 不得生文果 更起于精进 如意仙圣山 往见大圣主 头面离彼仙 愿救苦众生 善作利益我 今不不安稳 仙人闻告言 如作暂时听 今不苦不安 当悔众恶业 仙人告言 我未施辱时 如可食之 愁忧苦恼 饥渴 恐怖 世间无归 我施辱时 辱当食之 然后我当未辱说法 定辱罪业 惜得消灭 彼时弃矣 须于凿手 绕仙人矣 前面狐跪 仙人问言 如说作恶业 达仙人言 我沙母 沙布 破塔 乱菩提萨多三昧 坏灭佛法 而时仙人 告彼言 辱作不善 造死恶业 自作 教人诸不善业 辱当忏悔 而时 彼人心惊惶 悲弃而言 谁救护我 我作恶业 必受苦报 而时彼人 常跪合掌 而作誓言 我作恶业 自作 教人 莫使我的不善之报 勿使受苦 愿大仙人 当见救济 我为仙人 常作同仆 所作不善 愿令消灭 而时 仙人未遇彼人 辱莫黄布 无当救辱 令辱轻报 如今现前听法 如曾闻僧且诈法门否 拜仙人言 我未曾闻 仙人言 火烧之人 谁能为其说法 为大悲者 难能说耳 僧且诈经 卷一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这里面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印度 北部有一位大法师 很出名 山藏法师 虽然他徒弟很多 每天讲经说法 有一天晚上 他在打坐 打坐的时候 看到他死掉的妈妈 他那死掉的妈妈 被关在一个小石头里面 而且天天被火烧 一直烧 所以各位要知道 每一颗小石头里面 都有关一个鬼 叫孤独地狱 孤独地狱 结果他一打坐 才知道他的妈妈 是在石头里面天天被烧 而且这个石头在哪里 这个石头是在我们 中国西藏的山上 山上 结果这位大法师 他讲经讲不下去了 把他全部的钱 去找一个会翻译的 因为要带他到中国来 要去找他的妈妈 要去超度他的妈妈 结果他请了一个导游 会讲印度话西藏话中国话 然后终于来到了边境 结果这个导游 高山正生病死掉了 死掉以后 剩下他一个 身上没钱 也不会讲当地的话 但是没办法 就做乞丐 做乞丐 他就一直走了两年 终于走到他妈妈的 做石头的地方 拜托他家里的人说 我来这边 一直说做工人 你们只要让我吃 让我睡 我在这边做工人 一毛钱我不拿 然后那一家就答应了 他又在那边住两年 每天白天帮他们做工 晚上他妈妈被烧得红红了 他就在那边念经念到天亮 住了两年 念到那一颗石头破掉 他妈妈超度了 超度了以后 他就要走了 他要走 他的主人 哇 哪里找来这么好的工人 两年都不要拿薪水 这么好 你要走了 你要我送你什么东西 他说不要 麻烦你就送我那一块石头 破掉的石头 我要带回去 他就把那破掉的石头 带回去做佛像 功德回向给他妈妈 所以我想 一个孝顺的故事 如果我们每天 都会意念了自己的母亲 以这样子的心态 来念佛 来修行 来回向给众生 这边功德力就特别大 户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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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波罗蜜